整個他轉變過程其實還挺長的 大致是分成三個階段 就是他剛入上海成為一名餐料特工 然後在第二個階段之後 他開始掙扎 開始迷茫 然後再到第三個階段 他明確了自己的目標 林男生 非常榮幸跟你 相處了近十年的時間 非常感謝你 也感謝在那個時代 所有階秘戰線上付出努力的人 因為你們 我們才有現在和平時代的 這樣的美好生活 感謝你們 眼下外敵入侵 只有氣筆從容 才是最直接報銷祖國的方式 林男生 我很看重 他們犯了什麼罪 說話 現在沒有什麼難受 只有盧雲桃 這個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開機的頭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真的是跳著拍的 跳到可能上午是第一個階段 然後下午突然一下跳到最後一個階段 然後就這麼來回地跳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慢慢找到 林男生的此刻的狀態和把手 之後就開始享受這個表演過程 在這兒 你只聽命於我 除了我 你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你所負責的事情 是 你為什麼要搭和錢 你為什麼要搭和錢 從劇本上看 還有最後呈現的效果 應該是大致是分成三個階段 就是他剛入上海成為一名 蔡鳥特工 然後在第二個階段之後 他開始掙扎 開始迷茫 開始思考說 我做這些是為了什麼 我的目的是什麼 他慢慢變得不那麼清晰 然後再到第三個階段 他明確了自己的目標 然後如何去包裹 整個他轉變過程其實還挺長的 非常的細膩 非常的複雜 先生 不好意思 今天沒代表 現在幾點了 現在是9點18分 我是軍統上海區的林男生 本次毀滅 事有鑒於目前的康人行事 我方特向貴方提出情報共享事宜 那場戲其實印象還挺深刻的 當他和朱一貞分別了很長時間 沒有告訴他 他這一次接頭的人是朱一貞 所以他在康克爾咖啡館 見到朱一貞的時候 內心非常的震驚 但是由於他們兩個陣營的關係 他嘴上在那場戲當中去 說的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但是其實內心他有很多話 想對朱一貞說 但是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 我來的路上 看那個地方有好多法規審問我 我不知道什麼情況 對不起 我要先走 你現在放在口水 你給我的同志 其實演員在這個時候 還是從人物出發 就把他的行動線 和他心理內心的潛台姿 所有東西表現出來之後 盡量讓單場戲裡面 表達信息能更多一些 更豐富一些 林先生 回來了 夫人太太你好 你好 你好 這是我太太 剛從蘇州過來 最近剛好休假 帶她來上海逛逛 李男生放鬆下來的時候 其實她有一段短暫的家庭生活 就是在福山太太家 那段時間有一個人 每天在等她回家 有一個人會給她煮一碗面條 那段時間是她有家的感覺 每一部戲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一樣的 你要付出所有的努力 然後每一部戲當中 你要把你自己當下 對於表演的理解 去盡可能地通過人物 去展現出來 每一部戲都在嘗試 不斷地變化 不斷地去把自己 在不同年一段的感受 放在角色裡 我還是我 演員追了我